以前就像变魔术般的变幻班车时刻 这一面翻牌式时刻表如今却禁止了 目前为在台北车站内全台仅存的翻牌式时刻表 一翻就翻了30年 不过近年来由于故障频繁 常被旅客抱怨 班车时刻表不正确 再加上目前为止 翻牌式时刻表所使用的部分 瑞士原装进口零件都已经停产 经过台铁评估 确定无法再修了 当初台北车站在民国78年 花了1700万仿效早期的航空登记资讯时刻表 最大的特色就是班车时刻表在变更时 会发出啪啪啪的声音 如今这声响恐成绝响 让许多民众大感惯惜 很可惜 怎么说 就是那个翻牌啪啪啪啪的那种声音 那种怀旧的感觉 以后就没有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保存下来吧 保存下来然后就留着 可以继续让它运转吧 可以吧 台铁进一步表示 经过评估翻牌式时刻表将全面改成全彩LED 预计12月底准备完成 如果民众还想去看这一排翻牌式的时刻表 未来去到这个地方还能看得到 这一块翻牌式时刻表象征着时代的记忆 民众期盼台铁局能尽力保存 不要让台湾铁路的重要文化资产 随着电子化世代来临就慢慢消失 台北市采访报道